淡水的連外交通 從平頂路上逐圍6號道路 接著就可以一路從山上 繞進逐圍市區 然後接到關渡避開台二線的 擁塞車槽 但是因為這裡的標示不清 裡面像迷宮一樣 為此市議員鄭宇恩也舉辦會堪 希望能夠解決問題 隨著輕軌的開工 塞車變成了每天淡水擁入人的惡夢 但其實從平頂路進去 有一條替代道路可以通往台北 但因為山上插路多 標示不清 許多駕駛常在裡面迷路 而為此議員鄭宇恩也舉辦會堪 希望可以改善這樣的狀況 其實它就是跟迷宮一樣 因為它要在後面 足為高中這邊繞來繞去 那其實一般遊客 走這條路的路線不高 因為他們還是會怕迷路 所以還是會走我們台二以線 所以我認為說 這條道路應該要標示的 稍微再清楚一點 然後給我們淡水民眾使用 不然其實大家對這條路 很不熟悉又很陌生 那我想當初花了幾億 蓋台六號道路 其實是很浪費錢的一件事情 新北市議員鄭宇恩表示 為了新建替代道路 新北市政府赤字七億 在前年開闢足為六號道路 連接巴士路後方山路 就可以通往台北 但由於標示不清 常常讓用路人 又繞回台二線上繼續塞車 議員認為交通局 應該要把標示補齊 才不會讓當初政府 開闢替代道路的美意給打折了 我知道這個 北二的替代道路 往台北的方向 其實指示不是很明確 包括說到台北的哪裡 也沒有講 那其實這條路是到北頭的 但是其實淡水人都知道 有一條是可以抬六線 然後接到足圍 然後從關渡下來的 那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可以給淡水人一個方便 把它標示清楚 然後讓我們淡水人 有另外一條道路可以走 而在會看過後 周通局也發現 沿路路標的確嚴重不足 要完成全段替代道路規劃 至少缺少八個路標 而周通局也表示 會在一個月內 完成所有路標的設置 記得稱部位 淡水採訪報導